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三则精彩的新闻故事 首先巴西因严重干旱被迫关闭两座大型水电站 这对全球水力发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座位全球水电产量的领头羊 今年也因干旱面临产量下降的问题 国际能源署呼吁消除监管障碍 并提供更多财政支持以发展互联电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能源署 AEA对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的最新预测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 AEA下调了2025年的石油需求预测 这对全球市场影响深远 尽管如此 AEA仍预计西方经济体 特别是美国将保持强劲需求 最后我们来聊聊 28次奥运奖牌得主迈克尔·菲尔普斯 和他前选美皇后妻子妮可·约翰逊的故事 这对夫妻在一年内举行了三次婚礼 并有四个儿子 菲尔普斯多次公开感谢妻子 在他面临焦虑和抑郁时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巴西由于严重干旱 上周关闭了两座最大的水电站 电力部门监测委员会 建议政府减少水电使用 转而依靠热能 和从阿根廷和乌拉圭进口电力 因为马德拉河的水位过低 巴西国家水务局表示 这种情况将持续到11月30日 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水电生产国 2023年水电发电量达41GW 然而自2023年中以来 马德拉河的干旱一直是个障碍 全球水电危机不仅限于巴西 中国和美国等国家 也因干旱导致水电发电量大幅下降 国际能源署指出 全球水电发电量的减少 使得各国不得不依赖传统能源 导致全球排放量增加约170吨 世界经济论坛 建议通过消除监管障碍 和提供财政支持 来发展互联电网 以应对干旱对水电的影响 巴西受益于这一解决方案 能够轻松转向其他可再生能源 或从其他地区获取雨水 《环球邮报》报道 国际能源署AEA 在周二保持了2024年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不变 但下调了2025年的预测 原因是中国经济疲软 对消费的影响 AEA指出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反弹的影响 已经消退 拖累了全球增长 尽管如此 西方经济体 特别是美国的需求依然强劲 预计美国的夏季驾驶计 将是疫情以来最强劲的一次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家的供应削减 使市场供需紧张 AEA表示 目前供应难以跟上夏季需求的高峰 AEA预计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95万桶日比之前的预测减少了3万桶日而今年的增长预测保持在97万桶日 中国的需求增长份额预计将从2023年的三分之二降至2024年的三分之一反映了建筑和制造业活动的减少 南华早报报道 游泳传奇人物28次奥运奖牌得主迈克尔·菲尔普斯在巴黎奥运会上对美国男子游泳队的表现表示失望 他和妻子妮可 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婴儿儿子一起出现在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中支持美国队 约翰逊身穿红蓝相间的服装 甚至还将指甲涂成爱国色彩 美国队战胜尼日利亚队并最终赢得金牌 约翰逊是一名前加州小姐曾多次参加选美比赛 并在2010年加州小姐比赛中获胜 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 曾在梅塞德斯奔驰经销商处从事市场营销工作 他和菲尔普斯在2007年Aspy奖上相识 之后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 最终在2016年秘密结婚 并在童年举行了三次婚礼 夫妻俩育有四个儿子 菲尔普斯公开表示 约翰逊在他情绪低落时期 一直支持他是家庭的粘合剂 约翰逊也表示 他通过接受治疗来支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并帮助菲尔普斯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新华社的报告 中国大陆已有超过6亿人 使用大型语言模型LLM 这些模型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服务的技术基础 如ChatGPT 中国网信办主任庄荣文表示 GenAI服务正强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迄今未止 政府已批准了188个LLM 过去6个月平均每天有一个AI模型获批 庄指出 中国正探索GenAI在制造 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 以振兴传统产业并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计划到2026年建立至少50套AI标准 涵盖训练、安全、治理、工业应用等方面 不过LLM在中国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批评 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表示 中国有太多LLM导致资源浪费 尤其是计算资源 Minimax创始人严俊杰 预计未来行业将面临重大整合 主要由5家公司开发LLM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正准备纪念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将发布一套新邮票和一本书的连载 虽然北京尚未公布具体计划 但预计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纪念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1997年去世 享年92岁 中国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纪念活动 国家邮政局将发行两枚纪念邮票 解放日报也开始连载一本关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经历的书 该书首次出版于2014年 描述了邓小平在政治动荡期间的付出过程 其他出版商也在准备与邓小平相关的书籍 以纪念这一重要时刻 邓小平被视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先驱 他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 将中国转变未潜在的超级大国 纪念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如毛泽东 让今天的领导人反思前人的遗产 并考虑未来的道路 《悉尼晨风暴》报道 Bob Phillips提议在布里斯本奥运会上 引入一项新的滑板比赛 两人共成一块滑板 他指出 印尼早已在雅加达的后街进行这种活动 甚至有六人共成一辆摩托车 还有一个婴儿在桶里 中国也可能成为竞争者 曾有舞台表演中14个女孩撑着伞 共成一辆自行车 Kale Morris建议在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会上 设立一个名为马拉松的比赛项目 Peter Sweeney回忆起一个NRL事件 球员声称在比赛中被咬了鼻子 但面对媒体保持揭默 Don McLeod寻求对他父亲一句话的翻译 让你父亲看看兔子 Chris Wilkinson回忆起Pink Flade的早期作品 Michael Breed则提到Craftwerk的 Autobank完美捕捉了在德国高速公路上 被保时捷超车的感觉 Ellen Pratt强调 爱好管闲了的人知道 最好的立体声专辑是每个乐器都保持位置的那些 Warren Mantis则指出 左撇子在各方面表现出色 环球邮报报道 周二油价保持稳定 此前已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 尽管中东冲突加剧带来的供应风险 使油价保持坚挺 但对需求的担忧仍然存在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周一下调了2024年的需求增长预测 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8美分 至每桶82.22美元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 下跌1美分至每桶80.05美元 Exnes的金融市场策略师李新干表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在继续 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起到支撑作用 独立分析师Gerv Sharma指出 尽管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对峙 可能影响油价 但除非油气设施受到攻击 否则油价上涨不会持续 OPEC下调需求预测 反映其对中国进口的担忧 国际能源署AEA保持2024年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不变 但下调了2025年的预测 投资者仍在密切关注 最新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美国准备应对伊朗或其代理人 可能在本周发动的重大攻击 分析师表示 任何攻击都可能收紧全球原油供应 推高油价 南华早报报道 巴黎奥运会尘埃落定 人们的目光转向2028年的 洛杉矶奥运会 一批杰出的运动员将成为焦点 美国游泳传奇 凯蒂·莱德基 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度夺金 成为历史上第二位 获得九枚金牌的女性运动员 她表示希望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瑞典撑杆跳高选手 阿曼德·杜普兰蒂斯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以6.25米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 未来有望再创新高 中国乒乓球选手孙颖莎 在巴黎奥运会混双比赛中夺金 但单打金牌仍是她的目标 西班牙网球天才 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 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 目标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金 日本滑板选手 吉泽可可年仅14岁 便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女子皆是滑板金牌 未来表现令人期待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开发商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陈卓琳 以低于6年前购入价54%的价格 出售了香港的一处房产 这套位于九龙堂东宝道8-10号汉堡别墅的 1239平方英尺的三居市公寓 售价为1430万港元 而2018年的购买价为3100万港元 雅居乐在2018年购入了汉堡别墅的五套公寓 总价为7300万港元 去年雅居乐以9.66亿港元 强制性整体收购了龙院的44个单位 用于重建汉堡别墅旁的建筑 由于雅居乐未能按期支付一笔4.83亿美元债券的利息 市场猜测 其可能暂停收购汉堡别墅剩余单位 雅居乐表示 由于流动性压力将无法履行 所有离岸债务的支付义务 雅居乐的总借款在2023年底 降至535.5亿元人民币 全年亏损138亿元人民币 南华早报报道 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将在本周举行大选 这次选举将考验该国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 基里巴斯是一个由散落的环礁和岛屿组成的国家 尽管面积小 但因其靠近美国夏威夷州 并控制着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而具有战略意义 长期担任总统的塔内提马马乌 在其近10年的执政期内 逐渐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 今年2月 路透社报道 中国警察已开始在基里巴斯工作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 因为根据1983年的条约 基里巴斯在允许第三方军事 使用其岛屿前需要与美国协商 上个月 中国警察向基里巴斯捐赠了防暴装备 并承诺 巩固执法和警务合作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布莱克 约翰逊表示 中国正在使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常态化 但目前没有任何协议显示 他们在做什么 会有多少人 所以一切都是谜 与此同时 美国提出 在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的请求 一直没有进展 过去五年中 基里巴斯的太平洋邻国 所罗门群岛和脑鲁 也转向承认中国 基里巴斯面临一系列经济和环境挑战 如海平面上升 已经定期污染稀缺的饮用水供应 随着海浪侵蚀基里巴斯的外环郊 首都塔拉瓦已成为世界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 沿海侵蚀和寻找更高地势的需求 使得塔拉瓦的人口密度可与东京或香港媲美 居民们饱受传染病和其他过度拥挤的症状困扰 在马马屋的领导下 基里巴斯在2019年切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转而支持北京 2020年 基里巴斯与中国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基里巴斯 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马马屋政府还被指控干预司法 澳大利亚出生的高等法院法官大卫 蓝伯恩因与政府发生冲突而被迫离开该国 官员们指控蓝伯恩行为不端 但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指控是政治阴谋 基里巴斯大约有12万人口 分布在大约20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和环礁上 基里巴斯的投票并非强制性 周三的选举是议会选举的第一轮 之后将进行总统选举 候选人由议会提名 整个选举过程可能持续数月 在过去的政府领导下 基里巴斯在全球舞台上 一直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倡导者 马马屋政府支持深海采矿 这一问题使其与环保组织产生矛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ord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Society in rhythms big Lafing worries when I'm in bed Wellning solutions to the sky And I'm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